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我们AE金融教室的第三时期呢 就会跟大家很简单的去叙述一个概念 叫做美股盈利 因为上一次我们就跟大家讨论过 怎么样在一家公司的年报之中 找出跟我们股东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些盈利出来 那这一次呢,我们讲的呢 就是它的进阶版叫美股盈利 所谓美股盈利呢,就是Earnings Per Share 就简称就是EPS 其实很简单,就是美股股票所可以分得的盈利 计算方法呢,就是将盈利除以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的数量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化的计算方法 但是大家牢记两样 一个分子,一个分母 分子呢,就是盈利 分母呢,就是已经发行的股数的数量 那可能有人会问呢,盈利跟美股盈利 实实在在的分别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幅图 这个,这幅图讲的是IBM这家公司 它的美股盈利和股价之间的关系 那大家见到那个蓝色那条线呢 就是这家公司,IBM这家公司的股价的走势 大家可以见到这个走势是非常的volatile 是上下波动很大的 那橙色那条线呢,就是这家公司2013年的美股盈利的一个走势 相对的来讲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那大家看到这个,它这个橙色的这条线的备注在这儿 它有写IBM EPS Diluted 那什么叫Diluted呢? 就是已经贪博了 怎么说贪博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去看一家公司的那个美股盈利的时候 刚刚有说过分子就是盈利分母呢 就是已经发行的普通股 那其实一家公司在二级市场上面 不可能只有完完全全发行普通股的 它一定会有一些呢,我们叫做衍生工具 那这种衍生工具可能是一些可换股的债券呢 或者是可换股的优先股啊 或者是涡轮呢,或者是那个齐全呢 那这一些可换股的一些证券呢 它们如果全部在那个实施的时候呢 实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转化成股票 那变相来说,如果我们将这些 即将或者已经将要转化成股票的这个股数呢 全部加到去美股盈利的那个分母之中 可想而知,它这种贪薄的美股盈利呢 就比真正的美股盈利会要低还蛮多的 那言归正传,我们刚刚说有什么不同 盈利的话呢,是从公司的角度去量夺 而美股盈利呢,其实是从股东的视角去思考 其实美股盈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美股盈利越高 股价呢,就将会越高 那我们来打一个比方 就譬如说有一家公司去年一共发了10万块钱的花红 那由10个员工评分的话,每个人可以得到1万元 那今年公司业绩再创高峰,一共发了12万元的花红 比上一年呢,多了两成 那是不是代表每一个人可以分的更多呢? 并不是这样 因为呢,员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15个人 那评分之后,每个人只有8000块钱 比去年的1万块钱还要少 那所以呢,由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家公司当它在二级市场发行的股票 也就是说,当它在利用股本融资的时候太过进取 那它的股票增长的数目是大于盈利增长的时候呢 每股盈利的增长就会跑输盈利的增长 也就是说,当盈利增长的时候 未必代表每股盈利会增长 相反呢,一家公司呢 可以在二级市场做一些回购或者注销公司股票的一些动作 那减少呢,已经发行的股票数量 从而令股东呢,可以分得的每股盈利上升 这一种动作呢,对短线的股价是有支持的 但是,如果这一家公司有多余的资金 它不是把这些多余的资金利用于一些 投放于一些业务的长线的发展 而是不断的长期的 只用这些多余的资金去来回购股票的话呢 对公司长远的发展一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全部是关于公司的每股盈利 其实每股盈利这个概念呢 不单只适用于公司的层面 它可以适用于全球各个地区性的市场之中 那比如说这一幅图呢 它就是2014年,今年11月6号的 它所描述的呢 如果大家看右边这三行的话 三个数行的话呢 其实就是每一个不同国家的 我们这发达国家之中有美加 有欧英 有日本 欧洲加拿大和香港 那那个新兴市场 这个分类之中有大家知道的中国 韩国 台湾 印度 南非 等等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的MSCI指数呢 都可以用EPS去量度 那当然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2014年的这个column呢 它其实是表示的是 EPS的每股盈利的增长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developed 就是说发达国家 2014年的一个盈利增长的预期呢 是5.7% 反而呢 一些新兴国家 将它总和以后 2014年的盈利增长呢 只有3.7% 反而落后于发达国家 那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今年到现在为止 发达国家总体上来说 他们的股票市场会比 新兴市场的 除了个别新兴市场 像印度这些之外 好很多 好 这一次我们的分享就是 帮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概念 叫做美股盈利 下次我们再谈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